Hello 前一阵封很大的那个 夸夸排队的墨酸奶 我到现在还没有喝过 今天我就去会一会它 看看它这个一杯酸奶 卖到二三十到底值不值 我也来了 赶紧尝一下 先试一试他们家的招牌 八蛋木牛油果 这个34一杯 听说它家就是这个东西出圈的 我就都倒到杯里喝了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我这样倒出来之后还能分给同事 很清新的味道 里面的牛油果很细腻 在八蛋木碎 它提供了一种坚果的那种香气 但是没有麻麻来来的感觉 我这个是标准堂的 但是我觉得不够甜 这个没有RT家的牛油果好喝 下一个 这个是海红山楂 二十一元 海鲜的呀 不是海红 上面有很多这个山楂片 这个好喝 我喜欢这个 你们吃过山楂味的雪糕吗 它就是类似于那种山楂雪糕的味 但是又多了 浓郁的奶味 里边那个山楂片 泡进去之后变得 梗啾啾的 然后酸酸甜甜的 整个非常开胃的味道 嗯 但是这个口感 滑了又这么夹杂着一点山楂片碎 这个口感挺不错的 这个我是不另外加糖的 千万不要加糖 因为它本身就是挺甜的 接下来这个是 抹茶瓷八 酸奶奶昔 这个二十八 这个上面有一些麻糍 一小粒小粒 但不是很多 尝一下 麻糍的口感还不错 梗啾啾的 那颗粒的大小刚好 抹茶的香气是比较纯正的 带着一些微苦 我这个是标准糖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还是有点苦 但可能喜欢抹茶和苦味都会喜欢 我个人觉得不如前两个 接下来是 奥利奥二十二一杯 这个也是标准糖 这个的冰沙口感最为明显 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热 它化了的原因还是什么 它现在渣子感有点明显 味道都还可以 就是牛奶泡奥利奥 好像还带一丢丢小咸味的那种感觉 不太确定它刚做出来是不是这样 反正融化了一些之后 口感不太好 最后是黑加仑的 二十二元 这个也是不另外加糖 因为我听说本身是甜的 上面这个是葡萄干吗 黑加仑 这个也挺好喝的 酸酸甜甜的 然后很浓郁的葡萄干味 也不会腻 就是超级有果香 偶尔再吃到一点里边的葡萄干 口感就会变得更好 这个也千万不要另加糖 因为它本身就很甜 那今天我们测评的这种口味 我最喜欢的是山楂的 黑加仑和牛油果的也OK 但是我觉得二十多三十还是太贵了 这玩意自己能弄出来不 我试试 那我们下次再加啦 拜拜 我试试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